请敬礼 适合等看天 带我进入门内 带我进入门内 宝座前 与你相见面对面 请敬礼 适合等帮回 带我进入门内 带我进入门内 宝座前 与你相见面对面 请敬礼 适合等看天 带我进入门内 带我进入门内 宝座前 与你相见面对面 敬礼 适合等帮回 带我进入门内 带我进入门内 宝座前 与你相见面对面 请敬礼 适合等看天 带我进入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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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座前 与你相见面对面 宝座前 与你相见面对面 带我进入满泪 带我进入满泪 抱着前一向见面 心静地适合等待见面 带我进入满泪 带我进入满泪 抱着前一向见面 对面 敬拜你适合等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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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带我进入满眉 带我进入满眉 包座前 与你相见面对面 请敬礼 适合等看天 带我进入满眉 喂 Testing 喂 喂 Testing Testing 1 2 3 OK 帮你 你偷偷偷偷偷 与你相见面对面 敬拜你 是何等宝贵 带我进入满内 带我进入满内 宝座前 与你相见面对面 静静你 是何等感天 带我进入满内 带我进入满内 宝座前 与你相见面对面 敬拜你 是何等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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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何等宝贵 感谢观看 地宣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我们能够回到主的圣殿中 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请大家确认自己的手机 关机或者静音状态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开始今天的敬拜 请听宣招 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让我们一起静默祷告 主啊 我们此刻聚集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福福敬拜你 我们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要在猎斑中歌颂你 您的慈爱高级诸天 您的信实 上达全场 灵赐予我们生命 赐予众生有气息 更创造宇宙万物 这一切都要归于您的名下 都要彰显您的荣耀 我们活着更要努力的 见证您的名 求主赦免我们的过放 竭尽我们的心 救我们脱离试探 让我们的行为 与所门的恩相称 主啊 如果我们当中 有任何缺乏的 求主丰盛的供应 如果我们当中有迷失的 求主的爱再次吸引他们归来 如果我们当中 有信心软弱的 求神赐他们刚强壮胆的心 如果我们当中 有生活遭遇极大挑战的 求主亲自为他们开路 还有我们当中有疾病的 求主亲自来医治 求主的大人 庇护在心灵软弱的人身上 因为您的恩典够我们愿 您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感谢主带领 马天佐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带着神的话语 与我们一起分享与勉励 求神今天来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 感谢主的恩典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请弟兄姐妹们起立 让我们一起送赞我们全人的神 天上的父神 我们爱你 在全地上尊重你生命 愿你过渡路 如今降临我们终结 让我们愿意 让我们愿意 愿你奇妙作为 送赞主神明 全人上帝 喜在今再愿 在地复生 送赞主神明 全人上帝 你做完到永远 天上的父神 我们爱你 在全地上尊重你生命 愿你过渡路 如今降临我们终结 让我们愿意 让我们愿意 愿你奇妙作为 送赞主神明 全人上帝 喜在今再愿 在地复生 送赞主神明 全人上帝 你做完到永远 你做完到永远 天上 天上 全人上帝 喜在今再愿 在地复生 送赞主神明 全人上帝 你做完到永远 你做完到永远 送赞主神明 全人上帝 喜在今再愿 在地复生 送赞主神明 全人上帝 你做完到永远 永遠 我要在萬命中探寫你 我要在萬命中探寫你 你的慈愛高級祖天 你的心是山大穹長 你的慈愛高級祖天 你的心是山大穹長 我要在萬命中探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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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慈爱到几祖天 祢的心是三大穹长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的慈爱到几祖天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的心是三大穹长 我要在万民中呈现祢 我要在烈漫中歌颂祢 祢的慈爱高级祖天 祢的心是三大穹长 祢的慈爱到几祖天 祢的心是三大穹长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的慈爱到几祖天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祢的心是三大穹长 谢谢大家 请坐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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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同耶路亚 让我们找过几个波路亚 offer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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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 私奉了有二十年 我能够去分辨 到底是国语呢 还是广东话 他们听起来非常的不一样 但有一样 在两样的语言当中 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当一个妻子对她的丈夫 这样子的动作的时候 我仍然不能够把中文里面的声调 把它给分辨出来 但是我实实在在 我相信在天堂里面的语言 会是中文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将要用永恒长的时间 去学习这个中文 我今天想用一个问题 来开始我今天的讲道 当你去读你的圣经的时候 你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心态 去读的呢 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是作为一种去获取知识的这样一个心态的吗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 这只是能够给你增长你的知识 但是不能够将你的内在内心去改变 如果你只是作为一种获取知识的这种心态 去读圣经的话 神这样子的话 神并不能感动你的心 我已经讲了很多的道 这么多年里面 我能够说的是说 作为一个基督徒 最长的距离 是从你的头脑 去到你的心灵 你去读圣经 是不是因为说赵盛民牧师 告诉你说你要去读 你而去读的呢 他是对的 你应该要去读你的圣经 但不仅仅是因为 他告诉你要这样子去做 去顺服是对的 如果你只是这样子去做 作为出于一种责任感 而这样去做的话 但那并不能让你能够越来越像耶稣 我希望你能够在今天这篇信息 最后的时候 你能够去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 真正的读圣经的正确方法是 在读的里面 我们去看内在的 去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 我们去读每一个圣经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会去在当中去说 我在当中 我是当中的哪一个角色呢 我会在当中的话 我会怎么样去反应呢 我能够怎么样的 能够更像耶稣呢 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 这是我们生命的那个目标 不是吗 耶稣是神 耶稣是神 但是他却拿了一个神的儿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分 他以这样来让我们能够去学习 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他来教导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今天用这样一个问题 开始我的讲道 当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这样去问自己 我们是谁 耶稣带着他的门徒 去到了加百农的城市的附近 这个附近呢 有一个的驿站设立在那个地方 那个罗马伦将以色列给占领了 那个时候 他们靠着他们的那个刀剑 把那个以色列人 那个命令以色列人要他们 必须要服从 非常的那个昂贵 那个因为他们战争费用很多 所以他们设立了那些的驿站 那种的那个关卡来那个收税 那个马太福音第九章 第九章第九节那边说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 坐在税关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那个耶稣的门徒在那个时候 可能他们非常的吃惊 耶稣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教导师 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教师 他却在那个时候 跟一个税吏在那边谈话 那个马太是一个犹太人 但是他却为那个罗马人服务 所有的那些的犹太人 会认为马太是一个的叛徒 他们非常的仇恨 恨他 那个罗马人会跟那些税吏 像那个马太一样的税吏说 你必须要为我们去 收那么数量的税 但是马太呢 他们这些税吏 他们总是会 为他们自己 多去收一些的税 使得他们自己 非常的富有 是通过那个去 从他们的自己的 那个人的那些的里面 去偷来 其他的人并不能够 有什么办法 去面对这种情况 因为他有 所有的罗马的军队 那士兵在他后面 为他去撑腰 他对人的眼中 他是一个罪人 他是一个叛徒 他是一个非常不洁净的人 但是这个时候 耶稣却跟他 去在那边去讲话 不仅仅是跟他讲话 他却跟他说 跟从我 耶稣在这个时候 是将他们的那种的 民族的情感的 那种的 所期望的那些东西 跟他完全的背道而驰了 在耶稣的那个年代 并不是所有人 能够成为门徒的 当你年轻的时候 在作为那个犹太人说 你要去背诵这个 旧约里面的前面的五本书 如果你是非常非常好的话 读那些前面的摩西五经的话 他们会可能会让你去 到了一个更高级的学校去 之后呢 你就会再去把 所有的那个 旧约里面的其他的书卷 能够把它给记下来 如果你是在那个学生里面 是最优秀 最优秀的那些人的话 那么那个教导师会跟你说 来 你来跟从我吧 如果你就会跟着那个教导师 一起去旅行各个地方 你去从他的身上去学习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说 当耶稣去邀请那些的渔夫 来跟从他的时候 他们的渔夫都觉得 非常的那个吃惊 他们这些人可能根本 连第一层的那个 那个要求都不能够达到 那个这里的这个 这个税吏这个马太 他也没有说能够达到 最高最好的最好的 学生的那个等级 但是耶稣却对他说 来跟从我 耶稣不单只这样说 还更加的去做得更加进一步 在第十节这边说 耶稣在屋里作息的时候 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 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作息 如果你想要跟我成为朋友 你或者你就肯定会跟我说 来我们一起去喝一杯咖啡吧 或者更好的话 你会来邀请我去 一起去吃一餐饭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文化背景 大家能够一起坐在 那个一个餐桌旁边 一起吃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样子的话 会令到在当中的人 一起有一种 那个友情的建立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人 我们会选择性的 去把他给忽略 如果耶稣在那个时候 只是简简单单的 从那个马太的旁边走过去 没有人会说 那个会感到惊奇 但是马太却需要有 第二次的机会 马太是一个罪人 他知道其他的人恨他 他需要有人能够去关心他 我在很多年前 我听过一个 在一个聚会里面 有一个很著名的 一个讲员 他说讲的一段信息 他就在这边 那个教会的后面 他就跟那个说 他在那边 所讲传讲的 那个教会里面 那些后面的人说 他说他只是想说 能够有一个安静的时间 让他自己能够在那边独处 他去了教会的后面的时候 去走过那个小巷 教会后面小巷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的人坐在那个地方 那个非常著名的讲员 就开始走过去 那个坐的那边的男人 那个男人却在这时候说 你想不想喝一杯 喝一口我杯里面的咖啡 那个讲员就开始觉得 非常的震惊 他就开始 慢慢慢慢想要 离开那个人 他想了一回以后 他又往回走 走回去 他就问那个人 他说 为什么你要 让我来喝一口你的咖啡呢 他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咖啡 喝起来非常美味 而神说 你们要去分享 你们所喜欢的 那个著名的讲员呢 就摇了摇头 就坐在那个人的旁边 他说 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呢 他说 我能够 我可以有一个拥抱 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 没有看到什么 马太是如何得到 这个税吏的职位的 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家里面的家人 是不是也厌弃了他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他不能够跟他的 同类的 他的那些人民 一起去的那个圣殿里面 去敬拜神 我们知道他是被 他的那些人民 所厌弃的 但是我们知道 马太需要有 第二次的机会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在马太的身上 有没有看到 你自己的那个影子呢 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 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第二次的机会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 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生命里面的那些垃圾 他却跟我每一个人说 来跟从我 你们都非常欢迎 你们每一个人 来到我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自己 都曾经去迷失了 我们都曾经做过一些事情 我们不应该去做的 但是我想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耶稣看见我们每一个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耶稣却对我们说 来跟从我 有两类的罪人 一类就是说 那些已经被赦免的 另外一类就是 仍然在去寻求的路上的 你是谁 哪一类呢 我们看了这个故事里面 总是有看到 那些旁观的人 特别是那些 所谓的 金钱的那些的人 因为在这个十一节里面说 法利赛人看见 就对耶稣的门徒说 你们的先生 为什么和税利 并罪人一同吃饭呢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哦,OK,那不错 OK,等一下 好 我曾经教人们 很多年 如何分辨 法利赛人和撒盖都人 我在教圣经的时候 那么多年 我很难去分辨 怎么样去分辨 法利赛人和撒盖都人 那个法利赛人就说 每一个人都能够 公平地去看得见 看得到 对待这样子 他们有制定了 很多的条例 他们有很多的规章 他们想所有的东西 对每个人来说 是公平的 在你所看得见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要遵从律例 很多的那些律例 是他们人为的 去把它给设立的 如果你去玩那个骰子的话 那是坏的 但是这些所谓的律例说 玩骰子就是坏的 这个在圣经里面 并没有仔细地上去有讲到 如果你去做那些 信鸽的那个竞赛的话 如果你去放高利贷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强盗 或者你是一个罪犯的话 如果你是一个牧羊人的话 你想一想 耶稣出生的时候 那些天使先向哪一些人 去传信息的呢 是在那个旷野里面的牧羊人 在他们的那个坏人的 那个目录上面的第一个 就是那个税吏 他们有那些律例 设置之外还有律例 他们就会说 如果你不像我们一样 去遵从所有的律例的话 你就不是一个好人 当他们看见耶稣跟税吏 去讲话的时候 他们不能够明白 今天我也有一个的那个 那个忏悔 在大家当中我想去讲 我在小时候 我也是被作为像法利赛人 这样是被教导长大的 我在我成长的教会里面 我们是被像法利赛人 一样的这样子的方式 这样去我们去教导厂长大的 你去教会的时候 必须要穿西装领带 领带不能够太宽 太宽的话会令得你太骄傲了 你必须要参加祷 你必须要参加祷告会 每一天 每一个星期当中 在那个九点半 你必须要来教会里面参加圣餐 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的话语 我会告诉你们所有的人 那些人说 那个金信会的信徒 你们都是错的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 就作为像法利赛人一样的 这样子被教导长大 但是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 令到我们能够身体复原的人 在那种情况下面 他们将那个知识 看得比那个真正的敬拜还要重要 我来说 我被这样教导说 那个正确比那个怜悯还要更重要 我会去那个论断人 我会去比较说 我是不是比另外的别人好呢 在我们的当中 你是不是也有 那个法利赛人的影子 在你的里面呢 你如何的知道呢 那些的表现出来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呢 你会不会有这样在你的心里面 你也会这样去论断说 在我们在座里面 有一些的人也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那是你的工作吗 你会不会这样说 我知道那个人 那个人读圣经没有像我那么好 你会不会认为说 你比别人要更好 要更加的高尚呢 你会这样说 我每次我都来参加祷告会 但是他却从来没来过 你或者你也是像法利赛人一个样 耶稣爱每一个的人 他知道 更加重要的是去怜悯他们 而不是说去论断他们 我们也应该这样 耶稣也肯定听到了那些法利赛人所说的 耶稣在这边十二节说 耶稣听见就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耶稣在这边所说的 不是说身体上面的健康 耶稣这里所说的是 我们属灵的灵命里面的健康 耶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那些没有罪的人 他们不需要去改变 只有那些有罪的人 他们需要去改变 谁能没有罪呢 我不是 我们在有谁没有说去那个被逆过神的那个律例的呢 是马太吗 是那些法利赛人吗 在这个里面所看到的只有一个人他是无罪的 只有耶稣是无罪的 你会认为说那些法利赛人会认为他们自己是有病的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 但是马太知道他是罪人 他知道他需要有第二次的机会 那些法利赛人 他们自己是自以为是 他们认为他们更加能够接近神 这边耶稣就对那些法利赛人说 经上说 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 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 我来本不是遭义人乃是遭罪人 那个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人们如何去处理那个罪的问题 是一个的行动 但是耶稣说我真正想要的是怜悯 我真正想在那些跟随我的人的里面 看到的是那种的爱 是那种的良善 但不只是说盲目地跟随 去做一些什么的事情 我们所看到的是 祭祀这种的行为是好的 因为这是体现了我们对神的那种的顺服 但是更好的却是爱 这个星期里面早一些的时候 我去看了那个杨凡 我在跟他讲的时候 我问他说 今天的讲道 我需不需要讲一个有关我自己的故事呢 因为实际上讲起来说 我并不需要去 有太多的那个 有太多的那个 所 或者说我不应该 我也不需要去问他这些东西 我是一个牧师 我希望我能够用中文去讲这句话 我是个牧师 但我现在 我还不能够这样去发出这个音 我有一个我自己的那种的 那种的那个声望 但我也有我的问题 很多年以前 我的家庭破碎 我的弟弟 我的兄弟和我的父亲 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一个那个矛盾 他们互相之间用一些非常 那个那个攻击性的语言 他们之间 彼此没有谈话 有五年时间 我有一个那个 那个星期三的晚上 我在我教会的那个的 祷告会里面 在在当趟 那个当那个祷告会完了以后 我就开车回家 我经过那一个的 那个酒吧 是我那个兄弟 经常要去的那个地方 我这位牧师 我就走进了 那个的酒吧里面 我就这样想说 希望不要有人看到我 如果有人看到我 告诉我的那个主任牧师 怎么办 但是我爱我的兄弟 胜过我自己的声望 当我走进那个酒吧的时候 我的那个兄弟看见了我 他呢就试图来 那个令我难堪 他就大声地喊着 这就是我那个虔诚的弟弟 我和兄弟 给他拿一杯啤酒给他 于是呢我就 接受了那一杯的啤酒 我也跟他们坐在 同一个桌子旁边 我就跟他们在一起聊 所有的他 我那个兄弟的朋友 也在跟他在一起 不要告诉别人 我在那边喝了那个啤酒 我在那个时候 我那个兄弟呢 就感到很无聊 他就走开了 离开了 而他的朋友呢 就继续地跟我在那边聊天 他们问我有关圣经里面的一些的问题 当我喝完了那一杯啤酒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就说 让我为你再买一杯吧 我去跟他说 谢谢 一杯已经够了 但是你呢 可以买一杯咖啡给我 所以我在那边 跟他们在一起 聊了更长的时间 在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跟他们聊 在一个月之后 我决定说 再回到那个酒吧里面 当我进去的那个酒吧的时候呢 我的那个兄弟看见我的时候 又做了同样的事情 就说 看我的那个 虔诚的那个兄弟在那边 给他一杯啤酒 我又在他们桌子旁边 跟他的那些朋友一起 在那边坐在一起 我又喝了一杯啤酒 我的兄弟又觉得无聊了 他又离开了 在我喝完那一杯啤酒以后 有一个新来 上一次不在的一个人 他说 让我来给你买一杯 再买一杯啤酒 在这个时候呢 上一次在的 其中一个人说 不不不不 他只喝一杯啤酒 但你可以为他买一杯咖啡 因为我去了他那个酒吧 这种的这些的情况 我能够最后能够令到 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 能够重新和好 对我来说 什么是更重要的呢 是我的兄弟 而不是我的声望 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 说看看 你们去揣摩一下 我所注重的是怜悯 而不是说那些的论断 我想要的是那种的真心的爱 而不是说只是去遵从一些的习惯 你和我都是被呼召出来 要能够更像耶稣 在那个工作的场所里面 有一些人可能没有人愿意 跟他们去亲近的 你会不会去爱他那种的人 多于你的声望 那一个所有的人 去在那边所谈论的 那个邻居 你愿不愿意去将他 去邀请到你的家里面 去喝一杯咖啡呢 你和我都是被呼召出来 要能够成为更像耶稣的人 今天我讲的这个信息的 那个主题是 你是谁 你是马太吗 像马太一样 是那个时尚的人 却需要有第二次的机会 回转的吗 耶稣对这样的人说 来 跟从我 或者你是那个像法利赛人 一样的一类的人吗 你会不会去认断人 根据你自己的 所认为的标准呢 耶稣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 你就不是跟从我的 或者你能够成为 像耶稣一样的人 当他这样的人 将他们的那个手 伸出去的时候 他们会 非常的关心周围的人 你是谁呢 谢谢 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圣餐 请那个圣餐的同工到前面来 当我们大家都站起来 我们来接受这个圣餐 我们先要把圣餐 分派给大家 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先要把圣餐 我现在要把圣餐 就要把圣餐 都要把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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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负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以感恩的心 离守生命火水 从你而来的温柔千倍 何等恩典 你尽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你保血为我流 何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嘴 必充满赞美 一阵尘的心 相浮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以感恩的心 离守生命火水 从你而来的温柔千倍 何等恩典 你尽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你保血为我流 何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 必充满赞美 你已落去 我所有枷锁 你已落去 我所有重大 你已落去 我所有伤悲 你的命 佩得所有松脏 何等恩典 你尽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你尽然在乎我 何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哪等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大家请坐 有两样的事情耶稣对所有的门徒在那边命令 第一个命令是要受洗 敬礼是我们选择去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当耶稣被钉死之后他被放进了坟墓 他又重新复活 但在我们在座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受敬礼的话 今天不能够与我们一起的话 我希望你们能够去考虑去接受敬礼 这是我们顺服耶稣的其中的一个步骤 但却是他对门徒的两个的命令其中的一个 我这样子说是因为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去做这件的事情 我愿意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 我们大家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的守圣餐 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愿要去受洗的话 去跟你的牧师去了解 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十九节这边 在这边耶稣又拿起饼来注谢了 就掰开地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他对门徒的一个的命令 这个的饼是代表耶稣 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掰开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 但我喜欢的这一节圣经里面的那个重点是 他这里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 也是为了我 也为了你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为了这个饼 在这里面它代表了你为我们所付上的那个赎价 我们不能够说那个感谢 更多的感谢 当我们去接受这个饼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很个人的这样的事情 是因着爱 我们因此我们去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在那个晚餐之后 耶稣在最后的时候 在有一个那个的杯是叫那个希望之杯 因为那个的希望之杯就是说 希望就是说在那个弥赛亚会来临 在耶稣他那个时刻的之前 所有的犹太人是 他们在这个将这个的那个杯传过去以后 最后他们却不会喝那个杯 但是耶稣却将那个的弥赛亚之杯 希望之杯 他说这一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的杯 这个的杯是一个新的一个的那个约 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去战胜的罪 战胜的邪恶 天父上帝我们去喝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有的盼望 我谢谢你的那个应许 在你的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流的血里面所去显明 我们谢谢你 各位弟兄姐妹 奉献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对神的爱的回应 我们教会在这个后面有奉献箱 如果你带来奉献警方的后面 你们也可以在网上通过卷帐来奉献 下面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有关奉献的经文 耶和华万君之要华说 你们要将所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颂誉仓库 使我家有良 以此施施我 师父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 轻护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我们一同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你当我们还是成逗的时候 你就爱我们 使我们 以你的爱 我们献上我们自己 也献上我们的奉献 金钱的奉献 求神你越纳 也 越纳我们 在你面前的心智 更帮助我们 有喜怒的心 奉献更多 我们将到高祈求 奉祝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再次欢迎弟兄姐妹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在主日早晨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下面有一些报告的时间 首先是我们在崇拜祈求之后 我们依然在楼下有我们的主日学 我们的授习班依然在楼下 有判断道会带领我们上授习班 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参加 那我们今天下午在今天下午的十二点半到两点 在楼下的B12 我们有那个青少年事工的家长咨询会 如果做父母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楼下参加去了解 那我们在下个月的十月 这个月的十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 这个月的十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 我们有拆传培林会 因为十月份是我们教会的拆传月 那那两天我们有一个拆传的林会 有两次的崇拜 一次是周五晚上七点半 在晚上举行 在晚上举行七点半 另外是周六晚上七点半 同步有实体还有晚上都可以参加 那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 预备我们的心 同时那一天在周六 拥有实体的崇拜的话 因为我们也有那个儿童的 有那个联合的拆传 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来参加 那最后一个报告实际上是我们这一年的 圣诞鞋合的事工也开始了 那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积极参与 用这样的方式来祝福 来帮助那些在远方的孩子 那我们有两种方法来参加这个活动 第一个是领取圣诞的鞋合 我们自己来包装礼物 那同时要在里面放十块钱的运费 第二种是我们透过团契来报名 来购买这个鞋合 那每个是三十块钱一样的 那我们领取的时间 还有预定鞋合的时间是十月二号 从今天开始到十月三十号到月底 那收集鞋合的时间 从十月十六号到十一月六号 那有感动弟兄姐妹 可以尽快联系教会来索取鞋合 那我们也有一段的宣传影片 来关于这个鞋合的 我们一起看一下 有些人会收集的鞋合 在最初次的鞋合 他们感到很高兴 他们感到很高兴 因为他们看到的东西 他们没有见 在这个鞋合的鞋合 我们想要告诉小孩 那神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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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爱你 神爱你 我们能够触碰到 生命的生命 全世界 给他们给他们的货 and do it in Jesus name through a very small thing God is touching the world but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hey remember that box so many children in the world have no hope and a simple box gives them that hope from the shoebox to the greatest journey this is the great commission an london an london that 愛我們的主 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給我們新的一天 新的一周 新的開始 感謝你給我們生命氣息 可以在聖殿 我們一起來敬拜你 歌頌你 因為你是配得一切 敬拜和讚美的 你是那坐在寶座上的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是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匆匆满满 有恩典 有真理 是你亲自来寻找拯救失散的我们 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 你的爱是何等的尝阔高升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我们无论现在环境如何 无论我们生命当中 此时此刻正在经历如何的困难 甚至感到伤心绝望的时候 主 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必欢呼快乐 你与我们同在 你用你宝贵的话语来安慰我们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需要 也求主你给我们信心和勇气 让我们面对任何的景况 都可以靠着主刚强壮胆 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弟兄姐妹 来为着我们的属灵生命来祷告 为我们那些得罪你 不讨你喜悦的事情 来认罪悔改 主啊 我们实在是贪爱这个世界 我们常常陷在各种私欲网络当中 常常有太多东西阻拦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你 求圣灵提醒我们 责备我们 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们里面的败坏与不义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此时此刻我们来认我们的罪 求神的怜悯与宽恕临到我们 也求主你加给我们信心 坚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一天心思一天 让我们行事为人 可以披戴耶稣基督 主啊 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 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 向你现在祷告 让他们一一地仰望在主的恩首当中 主啊 你知道他们身体的疼痛 你明白他们心里的难过 求主用于那慈爱 两下的手 亲自地医治他们 安慰他们 哪怕他们当中有弟兄姐妹 此时此刻就行在死灵的忧骨当中 主啊 我们也知道 他们不怕遭害 因为你必与他们同在 求主你帮助他们 带领他们 主啊 我们也再一次地感谢你 让我们弟兄姐妹 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 都可以继续欢欢喜着 来赞美你 敬拜你 我们愿一切的荣耀 感恩和颂赞 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 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站立 我们喜善三一颂 然后请斯科牧师为我们祝福 赞美真生 万福之根 世上万民赞美主恩 天师天君 赞美主命 赞美神父神自身灵 阿们 今天的祝福经文是在 贴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的第十六节 第十七节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 赐给我们的父神 安慰你们的心 并且在一切善行善严上坚固你们 Go 去 and be Jesus to the world 越来越像耶稣 在这个世界上面 God bless you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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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姐妹请坐 末道之后我们散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